我完全沒辦法正罪 從出生到現在 有這麼誇張嗎 為什麼那麼帥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物理治療師三次Sungus 歡迎收看行動怎樣是 在外面的是YangYang 哈囉 大家好 我是YangYang 那YangYang她剛剛才因為落枕問題來看過一次了 然後就這樣她給你影片出 那我們現在來看她另外一個 就是骨盆歪滿是怎樣 對 因為其實我在想說我是有很多姿勢不良 因為我很愛翹腳 OKOK 然後加上我平常在家裡就是這樣子 外邊坐 對 外邊坐 對 外邊坐然後 臥佛姿勢這樣看電視我用手機 對 然後長期下來的話 我是覺得我的腰 然後跟腿 都有一點 就是怪怪的 我很容易一邊 就是有高低肩之外 我好像 我自己覺得我有一點點長端腳 所以我好像重心 所以妳覺得中間有點不穩這樣嗎 不到不穩 但容易跌倒 這樣算嗎 OK 有一點好 然後就會習慣性的好像一邊就是會歪一邊 那妳這樣子平常會不會覺得腳乖乖的 我覺得腰耶 是腰會控 但腳沒有嗎 腳不會到馬 那妳會去重訓嗎 我會 重訓的時候妳不會覺得蹲下去有點怪 就做深蹲的時候覺得兩邊 我左邊比較弱 有嗎對不對 妳是覺得巴力感比較怪 對對對 因為我就可能習慣性就是 右邊會比較出力 OK 那妳平常會不會睡覺的時候 腰不好正常睡 就覺得腰很空 我完全沒辦法正睡 這個真的有 這個一直以來都有嗎 這很久 一直以來 從出生到現在 妳怎麼那麼誇張 我自己有意識的話 我就是正睡我睡不著 好 我剛剛在那個幫腰那邊看落枕的時候 就已經發現說她平常靠這邊的習慣 所以她應該是靠到這邊 痛彎節有點壞掉 有點受傷這樣 但我先比一次 整個動作看看她痛彎節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天生你往前彎 往前彎 彎到你的極限這樣 妳會不會覺得腰一樣有點拉扯感 好像有 有偏左邊比較多嗎 左邊好像都多耶 有嗎 對 我現在看起來左邊比較腫耶 這裡真的比較腫 好 再起來一下 好 後腰 有點緊 對 對 這個很痛嗎 我脖子也痛耶 對 但這個先不管的話 好 這邊有擠到的感覺 所以是偏左的 對 對 妳現在直接先蹲看看 蹲到底這樣 好 妳會覺得蹲下去的時候這裡有點緊 有耶 一點點擠到的感覺 然後右邊還好 右邊還好 然後左邊就乖乖 膝蓋呢 膝蓋好像也有一點點 有點怪對不對 對 躺著妳會不會覺得腰有點空空的 有 就是會覺得好像沒有什麼支撐 妳會覺得左邊更高嗎 左邊高一點點 好像有耶 有嗎 好 還行耶 沒有到很誇張 一點點看 會不會拉扯到腰 一點點 有一點拉扯到腰 對 好 換這裡喔 這個就沒有對不對 對 好 反正我就先弄完之後 然後看一次腰的全空感 還有蹲的軟絕看能比較好 就可以知道 好 然後我第一個先幫她弄的 就是她這邊的囤肌的部分 因為她就是做歪的 所以她的肌群 囤中肌還有卡片樹這一條 都會整個硬掉 所以這一塊都會有點痠痛 有 沒有像繞枕那個那麼痛 因為剛剛那個繞枕已經痛到 對 但這個也是痛耶 對 因為這會導致你平常的平衡感變差 就是協調感會變差 你兩邊就是不平衡 哇 所以我平常腰也很緊 其實是跟胯有關係 就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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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好像也算是 反正就是這個地方導致腰的緊張 所以我一定要測試的東西就是 看說我是把這個弄完之後 腰就比較好 對這個來判斷 其實很多身體的肌肉問題都類似這樣子 就是它並不是痛點引起的 就是反正是那些沒感覺的地方 導致你不舒服 所以你的 你繞枕那個就是肩胛骨導致脖子 那你這個其實是 恐怕你導致腰 腰 很常見會這種類型 那你這個有去處理過嗎 這個好像還好 因為我是覺得這痠 OK 沒什麼問題 還可以接受 自己覺得 對 溶冷範圍內就對了 對 因為我想說如果去運動什麼 這種痠痛感 我就覺得可能是一起的吧 所以就覺得還好 可是你左邊比右邊怪啊 當然我覺得這個怪感好像沒有到痛 我就覺得啊可以可以 我懂 因為大家都說什麼會有一邊比較容易出力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好像算正常範圍內 有邊感覺不對稱是有問題的 喔 就是你其實最主要是這一條 導致這個卡住 越來越卡住這樣 喔 所以其實真的酸的是這個 對這個很酸耶 對 我現在用它的骨質肌的部分 喔 很酸 太酸了 又酸又癢 好 我弄省眼 這樣 為什麼弄那麼酸 痠 痠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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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痠痠痠 好 好 因為這個是你那個 會覺得睡覺腰不能 放平的 對 好 好 喔 呼吸 呼吸 自己平常這裡沒感覺嘛對不對 沒錯 不覺得 對 我看一下那個左邊的感覺 好 看會不會拉死到腰 比較沒有了 就沒感覺嗎 沒有沒感覺 你順便看一下現在那個 懸空感那種感覺的 好像下來一點 我覺得反而是右邊比較高耶 對右邊比較高耶 真的有耶 真的就是這一塊 喔 它有概念是這樣就是 你會覺得骨盆牆你是 類似這種感覺嗎 對對對 這種感覺好 它其實是因為骨盆這邊的肌肉 骨質肌從這裡連到這邊來 它只要骨質太短的時候 它就不會再往這邊拉 所以我只把這個放到之後 它就會下去了 就插在這裡 因為右邊這裡 Magic 這邊下來了 大家有看到嗎 看不到了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真的有一點點 很神奇耶 原來看不出來 可是感覺差很多耶 它會有一種 放下去的感覺 它整個都放鬆了這樣 我現在幫人家弄完它 大腿的骨質肌 還有臀肌啊 開肩書的部分之後 我們現在的作者 還去換一個姿勢弄 接下來幫人家弄它的那個 酸開肩書的這個連結點 那這個地方其實最主要是它會跟腳麻 或是傳導到腳的不穩定感有關係 有對不對 有 有 要有這個東西 也是要夠慘才可以有這個東西 對 這一般人腰會痛吧 會吧 就是壓了不會麻 確定嗎 現在是你會麻 我有一點對 腳就麻掉了 最好就是神經被壓迫到 然後到整條腿這樣 到腳底嗎還是腳踝 腳底啊 腳尖 妳就灌到底耶 輕微症狀是到膝蓋而已 然後再弄到小腿 然後再弄到腳踝 那妳直接通到底啊 這一路像很無阻耶 腳尖超有感覺的啊 對 所以就是這個神經被壓到 然後妳那個歪感就會來自於這個 因為它會讓妳的整個動作 空氣變得很怪 所以妳會覺得長短腳 或是蹲的時候這裡不順 那跟脊椎側亂會有連帶關係 妳脊椎沒有側亂 我沒有嗎 我覺得還好 妳是因為那個做太久之後 那個旁邊 所以我一直覺得自己這樣歪掉 所以不是歪掉 是因為旁邊的肌肉 是因為肌肉 脊椎側亂我們會定義是 脊椎本身真的有歪掉 對 還好 所以我還 妳脊椎是直的 所以我這體感讓我覺得 我是不是急著在側彎 因為我整個人是歪的 對 妳這個還好舊 就是妳這個是 這邊 這邊 就結束了 那急著側彎的雷型 就真的是妳要跟它共存 那急著真的歪掉 好 那我現在直接測一次 我們做一個動作妳看看 妳再站起來一下 站起來 我現在直接在做一次測試 妳再彎腰吃看看 彎腰 彎到底 這個感覺 妳覺得它比較可以動嗎 有 有對不對 好 再彎起來 就是我沒有弄腰 不是腰就可以不要動 那要好動是因為 我們的整個彎曲動作 就是我們彎腰動作 不是只有這裡在動而已 它也不要動 但因為它卡住了 所以它再拉住妳這邊 所以這種感覺 好 那妳再後仰 後仰 腰又比較好 好 也還好嗎 那妳蹲看看 蹲到底這樣 蹲到底 有嗎 有覺得比較順嗎 有耶 就是左邊比較不會那麼卡 對不對 那這才是正常的蹲感 就是這裡沒有感覺還是正常的 所以妳後面去中圈的時候 才不會覺得兩邊吃力不對 吃力不對 對… 妳這樣中圈才可以蹲上去 有耶 對 就是這感覺 但就是類似有像一樣這樣子 就是兩邊蹲起來覺得不對稱 通常問題就是 類似剛剛我說的 就是臀胸肌壓 它就是這邊太緊繃 多導致的 那以YAM的狀況來說 就是我們在那個 上一部影片 在跟YAM那邊的影片 有講到說 就是它的習慣 很常會這樣握口 跨到這些 它其實除了這個壞掉之外 這裡也壞掉 但原因就是因為 你把重量全部都往這邊 這邊灌了 然後灌到這兩個都怪怪的 所以後面只要類似有這樣習慣 大家去把它改一改 從那個去抓位置 可能比較好抓 那我們講一下怎麼自己做放鬆 以YAM的狀況來說 你要放的是外側這一條 好 那這邊的話 是褲子線這一塊 那這個放鬆的話 然後再讓這一腳先 電腳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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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讓大腿放鬆而已 那我會這樣之後 側對牆壁靠著 然後暫留一點小距離之後 這樣把重量放在牆壁上面 然後就把它挪一挪 然後這一塊 原來這麼簡單 很痛耶 好 另外一個是 我剛剛說睡覺不好睡 就是前面這邊太緊摸 我倒極有一個完全勤 那這邊要放的話 會比較麻煩一點 但也可以試試看 它弄起來會正前方 認真就在正前方這一條 然後我這邊那個牆壁 然後把它腳往前踩一點點 然後這樣把球放在這裡靠著 然後大概這樣去挪 那大家的問題會是踩太近了 所以會不好弄開 所以會再踩遠一點 然後這樣會比較好去撥它 好 有嗎 有有有有 那可以囉 抓到那個角度 就用左右就好 左右嗎 其實不該那麼粗啦 不該有那麼甜條 可以撥到東西了 然後就可以上下去找別的點 看看有沒有 好 可以撥到的 所以以上就是 一樣的狀況就是 如果你覺得空空隙節卡 就是弄大腿外側 然後睡覺會覺得 有點空空的就是弄大腿側 這樣子 好 所以以上就是這次的內容啦 那大家呢 要是覺得 像一樣這樣子 就是坐姿不良 所以導致這樣的問題的話 大家先去改善那姿勢之後 再回去看看說 是不是哪些機會的問題 然後如果真的不行 就去找物理照 先看過一次 然後先把問題弄的程度之後 再自己去處理它比較好 好 沒問題 那這支影片 真的趕緊張來我們的心中緊要事 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謝謝三個字 拜拜 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 對 不要再臥佛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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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